大哥 咱啥人都管指挥咱三连啊 大哥 那军区处只给了六项弹药 六项 就这么找啊 就这么点 我还差点磨破嘴皮子 下次领带又的查试 达头也不去了 这不明摆了给我们当炮灰屎的吗 让什么让什么呀 你们一直不是想洗刷咱们曾经当伪军的耻辱吗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所以这个仗必须要打赢 看他们谁还敢小瞧我们三连 大哥 这要啥没啥的 咱拿什么打呀 那也得打 五孙先生啊 您来也不提前通知老朽医生 我也好准备准备 王警长不必客气 里边说 请请请 不知沐村先生大驾光临 有何贵干的 王县长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请坐 大宝先生 我们刚刚截获了支大人的情报 邀气三团得到命令 后腿一步军法从事 五天 这次是无路可逃了 蒙泽地区 即将被我大日本皇军征服 您在想什么 沐村君 我在想 支那 数度为外族征服 为什么只有满族统治的时间最长 直到现在 一些遗老遗少 还在怀念着大惊 你是中国通 你说说 这是为什么 我 我没有好好想过 征服一个国家容易 征服他们的心 不易啊 你是说 只有征服了民心 才能够真正征服这个国家 是 王伯昭怎么样了 自从江崇义返出九台城以后 就一直闭门不出 他的目的是想告诉我们 皇军离不了他 我已经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 如果不和大日本皇军合作 就以通牒论处 沐村君 我还是那句话 征服一个国家容易 征服他们的心 不易啊 我们要想长期 在这里立足 光凭武力 远远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 和他们成为朋友 成为一家人 给他们结成 剪不断的关系 只有这样 真正的 征服指南人 我明白了 光明白还不行 要 付出行动 敬礼 大哥 团长怎么说 团长说 他也没办法 让我们顾全大局 只放死里逼 我们怎么不干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个仗必须得打 为什么 要想在国军里 混出个模样 我们必须得忍 这一仗必须得打得票 大哥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可现在没枪没弹的 怎么打呀 咱们玩命去 没枪没弹 咱们可以弄啊 大哥 弄弹药的路子咱有 可现在啊 我没钱 你别以为 你放了王伯昭的事 我不知道 大哥 我才服你了 好嘞 就是他了 我去了啊 孙 孙这个混蛋 他 他是看上去 什么 爹 你没有答应他们 爹 你不能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我不会同意的 我不会同意的 过一说 请不说 我想睡 我在这里 你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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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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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eviews,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想造反呢 快出发 大哥 带药弄来了 走 快点 带药 来 小心点啊 一人搬一个 给我一个 来来来 快 瞧着天啊 明天好像有窝窝 我就不信这个邪 老货头 赌一把 老爷子 他在干啥 赌一把 行行行 安静点 别社会 大哥 前面地情有复杂 派两个兄弟前面看看 平时前进 怎么回事 谁让你们停下的 继续前进 前面不知道什么情况 所以不能贸人前进 不行 军情紧急 不能耽误 传我的命令 扯淡 你这拿弟兄们的性命 开开玩笑的吗 我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你们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江崇义 你敢抗命吗 你信不信我禀告团座 军法处置你 我们连命都敢不要 还怕什么抗命 你 老兄 走 反了你们还 传我的命令 报告 是 是 对 到时候 我们过来了 你身归的 我安慰 让你驾驶 你驾驶 好 pessoa 你驾驶 你驾驶 后来 你驾驶 驶驶 驶驶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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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累计修处工事 执行命令 听到没有 地形比翼翔才糟糕 一功难手 这次我麻烦大了 我算是明白了 胡天这个狼八蛋 是让咱们去送死 说这些有什么用 前领长 要不我和封天到外围振扎下进行 或许能找到万全之策 好 一路让小心点 走这边 快快快 快 你乱进行吗 没事 好 抓紧干活 过去偷懒 快快快 快 快快快 快点 快点 来来来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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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管干活 他 赵 你 战 要听他 说 那你 什么都听他 又听他 都等了一个时辰了 来不来啊 你担心什么 什么我担心 你自己不觉得 这种联络方式太罗号了 喝茶吧 你怎么才来 客人都等急了 在路上放点意外 小李 辛苦了 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林凤天 来 坐 抗日英雄林凤天 久闻大名 你别听周大哥瞎说 小李 有什么最新情况 现在形势很凶险 日军此次做了十分周密的部署 一定要撕破国军南边的防线 所以在九台城集结了重兵 而且都是精锐部队 还特别调来一个炮兵中队 六门三八是大口径 野战炮 此外 我们也得到消息 此次突卧口就在冯村 很可能今天发起进攻 所以你们面临困难不想啊 那刘团长有什么建议 团长说冯村是交通要散 守住冯村 对整个战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业 不过冯村一功难守 仅凭你们三连的兵力很难守住 所以八路军会从侧面攻打着军 全面配合你们守住冯村 那好啊 有你们八路军配合 这账还有了党 周大哥 林大哥 我该走了 祝你们齐开得胜 好 落了就行 好的 走 周大哥 你说这共产党的战略战术 是跟谁学的呀 你知道毛泽东吗 你们共产党的大哥是吧 错了 应该是广大被压迫 被剥削的老虎大中的领袖 毛泽东同志说 敌进我退 敌注我掌 敌劈我打 敌退我追 游击战中操胜算 大不进退 右敌深入 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运动战中间谍 这就是我们最终战胜敌人的法宝 八路军的帮助果然重要 但最终还得靠我们自己 得想办法拖住敌人 给大部队进攻应的时间 明白 对了 我们和八路军联络员见面的事情要保密 这我知道 曹阳这个恩将仇报的混蛋 这不是拿他们当炮灰吗 当初救他呀 还不如救一条狗呢 大哥 我看咱们撤吧 二哥 咱们不能撤 对 这样的话 鬼都会长驱直入 国军防线将命令崩溃 整个猛随地区将陷入日本手冲 三连即时都活着 可老百姓怎么看好呢 那怎么办呢 想办法 既要保全三连弟兄的性命 他要完成驻守冯村的任务 谈何容易 大哥 现在咱们只能避时积虚 把鬼子拖在冯村 争取时间等待阎军的到来 阿蔡 说说看 怎么个避时积虚呢 退出冯村阵地 保存有声力量 打敌人的措手不及 你的意思是 咱们来个空城计 对 做个口袋 让鬼子来钻 不过得把新菜子给支开 不然他会坏事 快点快点 江连长 怎么了 雷永天又回来了 什么情况 这儿的情况不妙 这个山坝大队呢 今天晚上要炮提风车 山坝中队 那我们怎么办 是啊 我们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坐以待毙吗 环部也不知道这里的情况 现在又不让我们撤退 该怎么办 那总不能坐在这儿等死吧 江连长 这样 我回环部去报信 我起码去 快去快回 好 一有情况 马上向我汇报 好 好 赶紧去吧 李总 大哥 什么情况 大哥 带这个兄弟 往前面 侦查一下 我情况 向我汇报 好嘞 是 我刀的人家给我撤 好 别我 快 推 快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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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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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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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一个好战分子 烂焙一点 大哥 天都快黑了 咱们还不见鬼的动静 周副官 你那情报准不准啊 大哥 大哥 日军跑兵已经在冯村外村役 布置了榴弹报阵地 大量日军正在朝冯村集结 数量挺多的 得有上千人吧 整个山田大队 三岸部队什么味道啊 我已经看过了 还没有 你这样 你回档全部 把这里情况向团部报告一下 是 报告也没用 大哥 就咱们这百十来号人 站哪儿顶得住啊 并不再多在于京 万一冯村丢失 后国将不敢设想 但我认为 尚风也很清楚 冯村阵地的重要性 只要我们能坚持住 必然会引起国军高层的注意 到时候 吴天就算不想赠援也不行了 有第三团的先头部队 已经抢先占领了冯村阵地 如果按照您的意见 冯村现在是在我们手里 武军早已经挺进猛随腹地了 措施战机都已经过去了 抱怨还起什么作用啊 我现在考虑的是 如何用最小的代价 拿下冯村阵地 进而挺进小盘山一些 明白 冯村的兵力清楚吗 只有一个连 一个连 冯村无险可守 别说一个连 就是派一个营也是枉然啊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不清楚 173团 和我们从来没有正面交过手 团长吴天很狡猾 狡猾 命令炮兵 集中火力 炮击防团阵地 炮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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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击结束后 提起时机 练计划 先你们二十分钟内拿下 我们团阵阵地 双高大处了 我一定完成任务 这鬼子炮击一战结束 他们又会进攻的 我们必须跟他们转开进去这些接战 这样鬼子的炮兵才会失去作用 三哥 就这么招了 娘的 累贴身进战 老子是鬼子的师爷 对 就这么招吧 对 就这么招吧 山田一定会呼吸一切代价 和我们展开城堡 就算他们的步兵 封不下冯村 山田仍会跑击 到那时候我们就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办法倒有一个 就是太冒险了 什么办法 偷袭鬼子炮兵阵地 老三 你疯了 炮兵阵地 鬼子肯定要重点防守的 这儿去太冒险了 你不想活了 今天这个出息不意 也许会成功 这硬车的 鬼道义 我认为这个情形都不好 大哥 好 一边跟着你 一边跟着我 再杀回去 没愿意跟我去 俺去 我也去 我 好 你去 走 走 喝点个 注意啊 小心 快 快 跟这儿 大总监下 怎么听不到支那人的反击呢 这没什么奇怪的 支那人被我们的炮火 全部消灭光了 看我们命令 命令炮兵中队停止炮击 步兵大队立刻发动进攻 快出去 别再吃 事故随 事故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我们被鬼子玩的枯成纪 鬼子也太狙ád了吧 鬼子没那么狙ád 他们是太狂妄 没想到咱们能过来 那等什么 三哥 动手吧 贴琪 一会儿听我的命了 这个炮鞭阵地 咱们得一举拿下 准备 别打 我们的铁铁放进了 快点 起码 干掉 三哥 瞧好我这 准备 打 你 九哥 铁铁龙 你们 ELM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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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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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些炮都给我炸了 不是咱 noodles 太可惜了吧 真是最緊張 最近閃咱 electrons 振扎